3. 版本 3. 版本 4. 版本 那現在我們來 就是教大家如何從 基本的挑選 適合自己的板子 那其實選擇板子 它現在因為很多新的科技 跟材質的設計 所以呢,其實剛開始你可以有幾種重點 譬如說 通常一般板子它有分 三種,甚至四種不同的設計 譬如說像這塊板子 它是屬於 Rocker 所以它在做Rocker的設計 它是會有一點點圓弧的造型 所以它除了滑行之外 你要做一些簡單的 Trick啦,拉板頭啊 或是玩Box Rail 其實用Rocker的板子它會更靈活一點 因為它接觸雪面的 Edge 接觸雪面的面積它比較少 所以當然它靈活性就會更好 好,第二種 這叫做 Camber的板子 Camber的板子 它原本的設計是 會有一點點起來之後往上收 所以呢,你中間的Biting 兩隻腳鎖上去 踩上去之後 它的Edge接觸雪面的面積就會比較大 所以當它在滑行的時候 會比Rocker再穩定一點 再穩定一點 那當然長度的話呢 一般人的說法就是比如說 你拿起來對著 它大概是在你下巴到鼻子中間的位置 這只是一個 選擇板長度的其中一個 重點 那當然還有比如說 你的板子的寬度 你如果腳是比較大的人 12號13號以上的腳 那你就要去適合選擇外 比較寬的板子 那當然你要拿 Biting跟你的Boot來試試看 到底合不合你的腳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它上面都會有秀 這個長度 它適合你的重量 Range到幾公斤到幾公斤 所以只要你的體重是在那個重量中間的 那那個板子是適合你 那如果你希望 這個板子 讓你滑行感覺 或使用起來是比較軟的 你就可以選擇 欸 比較短一點 或者是你的體重是 它的上限值左右 就這樣的話 你的板子就可以選擇 比較軟一點 那軟的好處有什麼不同 硬的板子 它滑行起來會比較穩定 那滑行速度 就是比較好操控 然後你身體反應的速度 可以是比較緩慢 或是鈍一點點 但是如果它是比較軟的板子 你在滑行 亂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腳會比較不穩定 比較容易調 當然在初學者上面 不會太多這種的感覺 但是未來你滑久之後 你就喔 慢慢知道 有不同的板子 或有不同的差異 好接下來這塊 很乾淨 白色的 那它又是另外一款 它是比較 CAMBER 但是它比較FLAT 就是它基本上 你看它這整個是很平的 很平的 那這個板子呢 你要怎麼樣測 測它的軟硬度 除了它上面有寫 除了它上面有寫 之外你也可以稍微 自己試試 去壓壓看 因為它每個 譬如說DC的板子 譬如說 Lip Tap的板子 譬如說很多不同的板子 它有從0到10 不同的軟硬度 那尤其DC的2 跟Verton的3 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 其實它有它自己的設定值 當然就是你自己在操控上 跟使用上 甚至你可以經驗去抓那個感覺 當然剛開始 初學者 幾個重點 選擇你喜歡的樣子 然後長度是適合你的 然後呢 其實板子有很多 屬於像ALL MOUNTAIN的板子 它就是又可以玩 滑行 又可以跳 又可以簡單的 慢慢未來進階段到PARK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當然你玩久了之後 你接下來你可能 想說 喔我想要玩 專門只是跳 或專門只是滑鬆雪 或是什麼 再往那邊的板子去尋找或調整 個帽子 具體感ան